再往下边一位啊 那厉害了 就是前两天咱们一直说的主角 湘飞 荣飞何卓士啊 有人说不对吧 很多专家都说 在这个西侧那个戴着维吾尔族帽子的 那才是湘飞呢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和我一块啊闲聊天 那今天啊咱们就如昨天的约定 聊一聊那一幅著名的 重庆皇太后八旬圣兽图 这幅图的作者啊 是清代著名的宫廷画家 姚文汉 其实啊咱们要聊宫廷画 就没有必要聊作者 因为这作者呀压根就不重要 您想啊多数的宫廷画啊 这画家呀在上边落款的权利都没有 可是这个姚文汉啊 他是个聪明人 他呀在这幅图当中就落了款式 他是在这幅图里边的画中画落的款式 在这圣兽图当中啊 宫殿里东侧的北墙上啊挂着一幅画 这幅画啊看来就喜性 是什么呀 是蓬莱仙境飞天的仙女 这姚文汉啊就巧妙的在这幅图上落了款 他落的款式啊 是陈姚文汉攻写 给您讲啊这上兽图当中 这么一个小小的点呢 首先是对这个作者姚文汉的致敬 这其次呢 我觉得这姚文汉啊 这人呢他挺逗逼的 是我喜欢的性格 咱们一开把这两分钟啊 咱先介绍介绍这幅图的内容 他描绘的呀是什么场景 还有呢这图中啊都有什么人 当然我说的呀是图中都有哪类人 因为这故宫博爱的大个专家呀 对这幅图上的人也不能全对上号 那么这图中所画的事件的发生地 他在哪呢 我们普遍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慈宁宫 作者刻意的把宫殿的场景啊简化了 慈宁宫的大殿呀是重年歇山亭 可是呢在画作当中啊 这个大殿他却是单言歇山亭 并且这屋顶上的跑兽也没有了 被换以了莲花的吉祥造型 那么为什么说这就是慈宁宫呢 因为在这个乾隆年间呀 和太后有关系的所有居所 包括这紫禁城的慈宁宫 还有这个太后啊 常年居住的寿康宫 畅春园的永辉堂 圆明园的长春仙馆 还有这个避暑山庄的松河斋 这些个居所呀 唯一符合和画中大殿一样开家的 就只有慈宁宫大殿 五明两岸啊是共分期间 这太后常年的居所受康宫啊 那大殿开间是五间 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连黄琉璃瓦都不是 全都是布瓦 这画中的场景啊 正是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 新游 就是二十五日啊 乾隆皇帝率领着嫔妃 皇子 命妇公主们 给这重庆皇太后啊 庆寿的场景 那么这重庆老太后甄嬛 今年多大了呀 这三十六年的时候啊 这重庆老太后 整整的七十九岁 有人说 我了个去 这不是骂题了吗 这个 明明是啊 这重庆皇太后八十圣寿徒 怎么着 皇太后今年七十九啊 老外了吧您 这个歌的皇上家叫什么 不知道 要是歌的咱们民间呢 这叫做八十庆九 那这个老人的生日 为什么要这样过呢 首先说这九字啊 是个大数 哎 吉祥如意的意思 虽然这个整寿数啊 它象征着圆满 可是啊 中国还有一句话 就 所以说给这老人过整寿啊 要提前一年过 哎 都是庆酒 这就是啊 讨个极力彩头的意思 我想呢 这老百姓家呀 既然是这样 这皇上家也是 惹定如此 那既然它是一幅画啊 它肯定就是和照片一样 是一个时间上的定格 那么这幅画定格在什么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这皇帝给皇太后的举伤礼 已经结束了 包括这乾隆皇帝在内的 皇子皇孙 皇曾孙 以及俄夫们 给这皇太后诸授的彩衣舞啊 也结束了 圣评署的演奏员们啊 这些乐器也都抱在了怀中 为太后圣寿所奏的朝贺曲啊 这会儿也已经演奏完了 直省都府 以及在京各部院 呈现礼物的环节啊 还在进行 这些呀 都是各个衙门派来的文职官员 从他们胸前的补子上啊 都是飞琴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而且品级都不高 大概呢 就是各都府啊 各部院的医秘 现成完礼物的 都捶着手 在第一排站着 后边呢 抱着礼物 还在等候宣照 年长的四位皇子 身穿金黄色的朝服 站在正堂的两侧 中间站着一位呢 穿滚龙朝服的王爷 很有可能 是这次典礼的主持 我说这个主持的意思啊 是司仪 他可不是方丈 十个相对年幼的皇子呢 在乐台上嬉戏 在皇家这种隆重的时刻呀 肯定是缺少不了保镖 两个大内侍卫呀 一左一右站在了两边 从那个穿着的朝服上看呢 他们也并不是大内侍卫那么简单 应该呀 是领侍卫那大臣 穿滚龙朝服的 他是个王爷 那位呀 豪歹也得是个卑了 通过观察这两个侍卫呀 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疑惑 我一直认为呀 这大清朝朝中的官员呀 他并不配置三眼花灵 哎 您看这两个侍卫了吗 后边带的花灵都是三眼 所以说以后啊 再聊几天来呀 跟人说这个赏某个大臣三眼花灵啊 这可不是无中生有了 有这个实物为证 这最后啊 咱们就得说说 这大殿当中的人物场景了 那居中而坐坐在龙椅上的呢 那不用问了 就是今天呀 这次大会的主角 过圣寿的龙庆皇太后 这可是这幅图啊 正经八本的主角 您没看吗 所有的人 包括皇帝在内 坐着的呀 都是凳子 只有皇太后的椅子 他才有靠背 这甄嬛老太太呀 头上戴着凤冠 身上穿着巢服 这耳朵上戴着耳钳子呀 还有个名头叫做金龙贤猪啊 这巷上挂着这串大冬猪啊 好家伙子嘞 都出了号了 比这乾隆皇帝那挂呀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餐桌的上手部位呀 还有一个方等 上面端坐一人 从面向上看 不用问的 这就是乾隆皇帝 这乾隆皇帝今天呀 也是盛装打扮 在里边啊 穿着这个明黄色的东朝服 外边呢 照着蓝色的滚龙服 这脖子上挂着东珠的朝卦 而这眼睛啊 却望着店外头 月台上的皇子们 咱们呀 先跨过两边的四排呀 坐在椅子上的 嫔妃和命妇 咱们先说说呀 外边这些穿蓝朝服的 都是什么人 这些位女性啊 都是皇上家人 都是皇上家的亲王郡王 被子卑勒 她们的福尽们 还有啊 就是皇上家的公主们 这怀里抱的 手上签的呀 都是她们自家的孩子 那介绍完她们呀 咱们就该说说 咱们今天要说这幅图的 重点和细致的部分了 靠近太后而坐的这两排呀 是皇上的嫔妃们 那再往外一排呀 就应该都是这满汉大臣家的命妇 那有人就得问了 说为什么这命妇有座 而这公主福尽倒没座呢 哎 这命妇啊 除了给老太后拜寿之外 还有官礼之意 是你皇上家请来的 您这公主福尽呢 您是该来给这太后磕头拜寿的 这我想啊 万世逃不出一个礼字 这个区别啊 应该就在这 说实话 这幅图上啊 最起码有七成的人 我们不能确定她的身份 但是啊 有一点可以肯定 当时啊 谁参加了这场盛会 我们倒是都知道 因为这宫廷当中啊 有强细的赏赐档 记录了太后一高兴啊 把这东西都赏给谁了 赏的是什么 可即便是这样 我们也没有能力 把这些人呢 都对到图上的人物当中 那为什么嫔妃 才能对出来呢 因为在乾隆三十六年啊 这后宫当中 后妃的牌位 是有准确定制的 这一点呢 我们还是基本掌握的 这其次呢 随着位分的不同啊 穿着服饰也不同 再者了 我们不是有那幅 著名的新写制评图吗 拿他对对啊 也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那得了 咱们嫌疑少叙 咱们就从这第一位开始 今天这故事啊 它注定比较长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啊 您在这啊 给我点点赞 给我打打气 让我能这个一鼓作气的 把这个故事啊 给您捋完喽 得嘞 我谢谢您 您看啊 在这个太后的上手位上 排在第一位的 也就是 离着太后最近的这位娘娘 就是著名的皇贵妃 魏家氏 我给您呢 解释一下 为什么第一位是魏家氏 因为啊 这幅图所表签的 是乾隆三十六年 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 这孝贤皇后 复查氏啊 已经崩氏了 三十年的时候呢 这季后纳拉氏 因为断发 坏了氏被圈禁 三十一年 也崩氏了 不但如此啊 这慧贤皇贵妃 高家氏 纯慧皇贵妃 苏氏 苏家皇贵妃 金家氏 在这乾隆三十六年以前 也都红氏了 所以说啊 坐在嫔妃主位 第一位上的 那就是这魏家氏了 您看这皇贵妃啊 穿着打扮上 和其他的嫔妃也不一样 头顶上凤冠的金凤 以及啊 这个金约上的东珠数量 都比他们多 胸前垂起来的彩碎啊 上面的图案 是五谷丰登 而不像其他嫔妃一样 是花卉图案 这一年呀 这魏家氏啊 已经四十四岁了 看上去挺老的了 嘴角两边的皱纹 显得很深 这一点怨谁呀 这一点呀 怨他跟乾隆皇帝 谁让这老皇上 他爱他呢 这一怜气的 让他生了六个孩子 这女人啊 孩子一多也自然的 他显得就比较柴 大概吧 我说这话 是不是有遭骂的嫌疑啊 咱们不扯闲片啊 咱们接着说这魏家氏 您看这魏家氏身上啊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他还有一处 余智的地方 可这老百姓话呀 他越了智了 他脖子上的朝卦呀 他也是一副东朱 虽然不及这皇帝 和皇太后的大 但是从制度上讲 这种东朱朝卦呀 只能是皇太后 皇帝和皇后用 作为皇贵妃的她 是没有资格 用这副朝卦的 但是啊 在内务府赏赐档上 我们也能查到 这乾隆皇帝呀 也确实赏赐过 魏家氏这种东朱朝卦 所以说魏家氏这种余智 是乾隆皇帝默许的 还有一点呀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这两排嫔妃呀 看上去穿的都是 黄色的朝服 实际上啊 它还是有区别的 您看啊 这皇贵妃的朝服啊 她的朝服颜色 是明黄色 和这个太后 还有这个乾隆皇帝 露下来的衣角下摆呀 是一个颜色 那这妃子们呢 都是金黄色的朝服 到了最后啊 贫们呢 他们的朝服啊 都是香色 哎 按说呀 已经很难说成是香黄色了 我们去庙里 进过香的人呢 都知道 那种香的颜色呀 是那种贴近土 黄色的颜色 虽然也是黄 但是跟皇帝的明黄色 比起来呀 这高贵程度上 哎 差远了 这会儿的宫里呀 只有一位皇贵妃 这皇贵妃 魏家是总设六宫室 所以她坐的 和这个皇帝 和皇太后离得最近 而且在上手位置上 在这幅图里呀 贫妃的排序呀 是一东一西 一东一西 可是呢 为了咱们讲起来 比较顺序 您听起来比较明白呀 咱们是先讲东 后讲西 在这个东边第二位上啊 就是淑妃纳拉市 叶和纳拉 在那年呀 是四十三岁 再往下说呢 是影妃巴林市 那一年呀 是四十岁 您看这个 两位妃子 向上的巢卦呀 那就是这个 蜜辣申湖 哎 他已经不是东珠了 而且这彩碎上边的文士啊 也不是五谷丰登 而变成了四季花卉 再往下边一位呀 那厉害了 就是前两天 咱们一直说的主角 湘妃 荣妃何卓氏啊 有人说不对吧 很多专家都说 在这个西侧 那个戴着维吾尔族帽子的 那才是湘妃呢 这荣妃在贫位以前 确实在很多大典当中啊 穿的是维族朝服 哎 这宫里叫回步朝服 可是啊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啊 是妃位 又赶上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大典 这老太后的八旬圣寿 所以说这荣妃 也要换上旗服 旗人的朝服 来给自己的老婆吧 这位皇太后拜授 至于西侧 穿着回步服装的女子 如果让我大胆猜测一下啊 有两种可能 有一种可能啊 是宁常在 其实啊 这乾隆后宫当中 回步的嫔妃啊 确实只有容妃一人 但是要说这个 侍奉乾隆皇帝的回步女人呢 那可不只是容妃 还有呢 就是服贵人和宁常在 可是啊 这个服贵人这会儿啊 他已经冰天了 所以说我猜测呀 他很有可能是宁常在 贵人常在答应 虽然也是皇上的女人 但是他不在主位 没有朝服 也是正常的 所以啊 只有穿上了这个 回步的朝服 还有一种可能呢 可能最贴近于事实 这个女子啊 很有可能 是回步的一位命妇 因为从当天的赏赐荡上 我们就能得出结论 这回步来贺寿的 王公之妻呀 以及命妇 我可真不少 这带头来的呢 就是君王品吉 贝勒 霍吉思的妻子 这位女子啊 很可能就是这位贝勒福进 如果不是她呀 这香妃家可也没少来人 这荣妃娘娘家呀 来道贺的 有两个婶 两个兄弟媳妇 和一个侄媳妇 得 又插了一对闲话 咱们呀 继续往下分析 下边这位娘娘 她位分就是贫了 您比较一下啊 她的这个袖子呀 是香黄色 上边荣妃的袖子呢 是金黄色 我不说呀 您可能永远也注意不到 可是您看我一说呢 您一比较呢 这不就了然了吗 可是啊 这问题也来了 这个贫她是谁 很有争议 这幅图当中啊 贫位上有两位女子 可是在三十六年 乾隆皇帝的后宫当中 却有三位贫 既然有争议嘛 那么我只能说说 我的看法了 我认为这位女子啊 她就是敦贫 这敦贫啊 实际上就在今年 也就是乾隆三十六年的 十月初一 才有这个永归人 晋分为敦贫的 那在这皇太后大寿之年 晋风这位娘娘 她有没有故事啊 有 其实啊 晋风敦贫 就是为了让皇太后高兴 因为这敦贫进宫的时候啊 是在皇太后位下 做学归女子 和这皇太后感情非常好 这乾隆皇帝在今年 把她的位分提升啊 实际上 也是给皇太后 送的一份贺礼 让她老人家呀 更高兴高兴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位娘娘是敦贫的话 那纯贫哪去了 这个问题呀 困扰了我很多年 一直我也搞不清楚 想不明白 所以说呀 咱也别瞎猜了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讲人物吧 讲完了上手边 也就是东边的这些嫔妃们啊 咱们把咱们的目光移到西侧 下手位上 排在第二位的 就是乾隆皇帝后宫当中的 二号主子 庆贵妃 陆氏 这陆氏啊 今年呀 已经啊 47岁了 她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养母 和这个皇贵妃 魏家室啊 两个人是姐妹情深 感情非常的好 36年的时候 这位庆贵妃啊 可是已经47岁了 可您看了吗 长得还是这么年轻 从这面目上来看呢 并瞧不出很多的岁月的痕迹 您再瞧那个44岁的令贵妃 魏家室 这年轻的时候啊 是真漂亮 可是现在呀 已然是年老色衰了 这原因呢 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这十年她生了六个孩子 所以说呀 这美貌的容颜 随着这一次次的生产啊 就复之东流了 可是庆贵妃不一样 她人生啊 虽然有悲哀的地方 就是她一生啊 从来没生过孩子 但是呢 她却保持住了自己的容颜 这也可以说呀 是对她的一个福报吧 下手第二位上啊 这位妃子 看着年纪就比较大了 因为呀 她已经57岁了 是于妃 克里耶托氏 有人说在法国发现的那幅 被定为是季侯纳拉式的肖像画啊 就是于妃 早些年我就比对过了 我还是觉得不是 可是呢 既然她没有明确的记录啊 人者见人 智者见世 您说是谁 就是谁 以您的标准为准 我这人就随和呀 她生来就不爱抬杠 提起这于妃呀 您可能不太了解 可是在这个电视剧界呀 她有一个二不愣子的儿媳妇 我想啊 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 她这儿媳妇啊 就是那个魂横 愣不鸡傻不鸡的那个小燕子 亲儿子 当然就是那个五二个永齐了 哎呀 说到这儿啊 我都有点替这个五王爷担心了 也不知道啊 这真正的五福尽呢 是不是个巴儿愣 再往下呢 就是玉妃厄鲁特 波尔吉吉特氏 那一年呀 41岁 这位也就是昨天咱们说的 我认为那幅 威狐祸禄图当中的女主角 咱们呀今儿啊 再比较一下 您看看是像她呀 还是像那位相妃 也就是荣妃娘娘 这下手的最后一位啊 就是婉嫔 这婉嫔呢 倒是没有什么出奇的故事 可是啊 她却是这乾隆朝的嫔王 这位说了 什么叫嫔王啊 嗨 也就是说这婉嫔啊 在从嫔位 晋升到妃位的路上啊 非常的坎坷 这图片上反映的年龄啊 那年这婉嫔54岁 算起来这婉嫔呢 那可是乾隆皇帝的前邸旧人 雍正年啊 就在乾隆身边做了格格 前半截这晋升速度还算是快的 乾隆十三年的四月十二日 就被禁封为嫔 可是这位分呢 一下子像被焊住了一样 就没动静了 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的时候 才被禁封为婉妃 那一年啊 这老娘娘已经78岁了 那您算去吧 五十九减十三 这婉嫔呀 在禁封为妃的路上啊 整整走了四十六年 得了 今天啊 在这幅图当中 乾隆皇帝后宫里边的主位上的女子 咱们都算讲齐了 别的人呢 您也不用问我 不是谦虚啊 我也按不到个儿上去 关于这幅图呢 我也还在研究 哎 要是有了成果呀 我再向您汇报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今儿啊 天真不早了 咱们都早些着 祝您各位晚安 咱们呀 明儿见 未经许可时 未经许可时 感谢观看